《龙珠超》,《2022剧场版》,《全员集结》,《布罗利开始爆气》,《弗利萨大佬登场》。 众所周知,《龙珠超》是为了弥补原作中空白十年而连载的正统续作,转眼间,这部动漫已经诞生七年了,而剧情中空白的十年也即将填满。 比如,《龙珠超》,《超级英雄》的时间线被设定在魔人部OP十年之后,第二十八届天下第一舞蹈会之前,这个时间线已经无限接近原作大结局了。 而现在,《剧场版》即将上映,官方放出了一系列先行预告为剧场版预热。 孙悟空,《贝吉塔》和《布罗利》在比鲁斯星做特训。 综合来看,现在已经确定孙悟空,《贝吉塔》和《布罗利》这三位老牌赛亚人会在剧场版中登场,他们三位正在比鲁斯星做特训。 值得一提的是,在预告中,孙悟空和《贝吉塔》仅仅处于常态,而《布罗利》爆发出了绿色气焰,疑似使出了怒剧员之力。 而剧场版的时间线是在《格兰诺》拉拼之后,由此可见,孙悟空和《贝吉塔》的实力又提升了一大截。 画面采用3D绚练2D,画风让人眼前一亮。 《龙珠超》,超级英雄的画风采用了3D绚练2D,顾名思义,就是将3D图形赋予2D手绘般的质感。 3D绚练2D不仅可以大大提升产能,还可以更加自由地运进。 通过最新画面来看,《龙珠超》,《超级英雄》的游戏感并不是那么严重,整体画风非常舒服,而且3D绚练2D还有一个十分巨大的优势,那就是从根本上杜绝了作画崩坏问题。 也就是说,本次剧场版的画质没有问题,属于上层之作。 不欧露面,果不其然又在睡觉。 本次剧场版可以用全员集结来形容,现在时间线还活着的角色基本上都出场了。 在预告中,不欧先生也出场了,不过和之前一样,不欧先生还是在睡觉,估计在剧情中也只能打打酱油了。 福利萨大佬登场 在预告中,一位重量级别大佬的身影一闪而过,她就是福利萨。 虽然在本次剧场版中福利萨大概率是龙套角色,但好歹没有缺席,也算是正式登场了。 连载到现在,福利萨成了登场次数最多的反派,人气势终居高不下。 纳美克星篇章出登场,引出了传说中的超级赛亚人。 纳美克星篇章,福利萨是压轴Boss。 福利萨和主角团为了寻找龙珠爆发了多次激战,最终成功让孙悟空变身成了传说中的超级赛亚人。 复活的F篇章,福利萨强势归来。 福利萨的手下通过神龙找齐了福利萨的残驱,通过高科技再度将其复活。 福利萨仅仅仅修炼了四个月,就达成了黄金形态。 在后续战斗中,福利萨让孙悟空和贝吉他使出了超蓝形态。 《力量大会》篇章,福利萨和第七宇宙战士并肩作战。 福利萨以第七宇宙战士的身份参加了力量大会,在最终决战中,福利萨和孙悟空并肩作战,终于让第七宇宙取得了最终胜利。 在战斗中,福利萨也目睹了孙悟空变身为自在吉异。 布罗利片,福利萨兴风作浪。 为了见识一下布罗利的真正实力,福利萨杀死了布罗利的父亲帕拉加斯,布罗利因为愤怒直接变成了传说中的超级赛亚人。 此举不仅给孙悟空和北吉塔制造了一个强大的对手,也让福利萨当了一个小时的沙包。 格兰诺拉篇章,虽未出场,却引出了40年后的一场超级大战。 40年前,福利萨军团率领在亚人大巨入侵西里尔星,西里尔人和纳美克人惨遭灭族。 40年后,三位宇宙第一因为这次入侵在西里尔星大打出手,进而引出了格兰诺拉篇章。 龙珠超,超级英雄再度登场。 而在《龙珠超,超级英雄》中,福利萨的身影再度出现,这一次福利萨的背景是宇宙星空。 也就是说,福利萨有可能会在结尾出现,通过交代福利萨的动向进而引出下一个篇章的剧情。 总结,龙珠连在至今,福利萨见证了孙悟空的三次新形态,在剧场版中连续三次登场,已经成了龙珠中人气最高的反派。 你喜欢这个视频吗? 谢谢您一直关注并支持咕咕动漫频道,希望您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。 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。 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,订阅我。 再见。